Hello 今天做一期开张视频 本来这个周末计划去维加斯旅游的 拉斯维加斯 然后小孩子生病了嘛 然后取消了 那么 然后 正好家里缺点东西 前两天呢在网上订购点东西 今天陆续到货了看一下 买的什么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东西 这个应该是洗手液 因为洗手液正好用完了嘛 所以说Bus and Body的 网上买的 然后呢我买的是五种香味的 每次开快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感觉 每次开快递感觉都是非常的治愈 非常开心 就是说开快递开箱子啊 打开的那一瞬间 就这个动作这个行为 我觉得是非常治愈的 好像感觉很能够收缓压力的一个感觉 哦这个我买的很好看 是巴洛大西地的珍珠 黑珍珠 巴洛克珍珠 买的一个项链 给大家看一下 分享一下 因为之前在他们这一家呢 买了买的是一对黑珍珠的耳环 所以我觉得特别不错 这个什么呀 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证书 证明他们这个都是guaranteed的 都是真的 这个盒子 这个什么呀 挺大的一个一个 我现在脖子上戴的是黑玛瑙 所以我最近呢对珠宝稍微研究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研究了一下啊 也比较感兴趣 然后黑男黑玛瑙呢 主要是避邪用的 就是呃 他有远小人尽贵人 然后他是长寿之时 带来呢对身体会比较好一点 我就觉得这个带来还不错 感觉黑色也很百搭嘛 你配什么颜色的衣服 中性色黑色白色 呃或者彩色的衣服都是很好搭的 很能显气质吧 当然每个人的气质不同 我觉得可能我的气质比较适合带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黑玛瑙 所以我这个呢是在Costco买的 给大家看一下食物 就带在身上的感觉 我觉得他还不错 他不是特别长的那种 他有点像紧帘 但比紧帘稍微长一点 我觉得这个长度正好 呃 如果你穿衬衫的话呢 嗯这个也能够呃 领子翻下来也能够这个 嗯 也也能看到挺好的 很好看啊 哇塞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感觉特别亮 他这个大西地黑珍珠 巴洛克珍珠呢 他是彩色的 他是各种颜色一起的 不是说他就是灰的 就是黑的 不是他里面我看颜色很多 巴洛克珍珠呢 我的理解就是说他不是特别的远 他有一点点的不规则 所以可能是给他称呼叫巴洛克吧 挺好看的 然后就呃白金的加上 巴洛克 然后看一下 我这边看一下 他这个好像是8到10厘米 我觉得正好 他有白色的 有香槟色的 很有光泽感 有那种淡淡的咖啡的 有灰的 烟灰的 嗯 很好看的 然后给大家上身看一下 哎呦 这个扣子怎么弄呀 哦 是这样子 对一把 OK 我现在把我 脖子上的这个 这个黑玛瑙给他取下来 好难戴 我这个呢也是在网上买的 亚马逊上买的 所以说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呢在研究这个珠宝 我觉得女人啊 到了一定年纪 就是说 是吧 很有很有这个 很有气质吧感觉 然后呢 就是把我这个耳环给换下来 换成那个黑珍珠的 一套戴上去 就感觉这个 呃 好像比刚刚那个长度要短一点 就是说很显气质 你穿裤子啊 穿衬衫 穿西装啊 穿这个 呃 衬衣啊都是很好搭的 当然这个是春夏秋三季的 冬天的话就看 基本上毛衣 毛衣上就不太适合戴这种短的 就适合戴那种长的毛衣链了 就觉得 挺好看的 挺显气质 还是我觉得对就够 还是挺满意的吧 他们这个 牌子还是挺 我觉得质量是非常OK的 真的是非常OK 我买下来是 绝对OK的 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网上去看一下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啦 拜拜